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是无辜 他已归你们着门 纵然二位对我们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 爱情看在孩子的分手 判断于他 卓家是江湖人 只知道恩怨分明 不牵连后辈 岂儿是我卓家的媳妇 若她是 她那媳子归来 自然有她应得的待遇 此事不劳长公主挂心 卓庄主和家人身上都有伤 这一夜也累了 随本王先去安置歇息如何 请 爹 娘 我让她 走 走 静睿 来起来 静睿 你是个好孩子 当年的事情 怎么怪也怪不到你的身上 你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谢宇 谢宇 你恨我吗 过去的事不怪你 这么多年 你果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不是说当年 我是说今夜 今夜我忽了自己的儿子 忽了卓家 忽了你想要灭口的人 却唯独舍弃了你 你不恨我 即使你不来 今夜他们也会冲进来 况且 我就是要把他们都杀了 我看你如此大费骤张 莫齐也要杀人灭口 我就知道你所犯的罪 并非我这长公主所能维护的 我能问一句 一旦罪名做事会怎样 人死灯灭 谢室世息的爵位 随之化为乌有 事情到了这一步 公公婆婆 谢室列祖列宗地下有之 他们会怎么想 成王败仇 自古通理 现人们岂能不知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要奋力保住谢室门眉 不知蒙尘吗 谢室世代功勋 历代清明 你可看中 我若看中 又能如何 我能为你 能为你们谢家所做的 也就只剩这一件了 是 既然今夜失败 一无生路 倒不如死了赶紧 方不使你们谢室男儿好气 我若死了 真的可以风平浪静吗 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明面上来 虽然 玉王是政敌 并非仇敌 但当你是他的目的 他并非要灭掉谢室全门 我会恳请皇兄 恩准我出家 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 从此谢家与萧家的朝廷再无半点关系 我护不住你的命 但我起码能护住你的名声 你若嫌泉下孤单 等我安顿好孩子们就过来陪你 好不好 立阳 道 pain beena 子 语 立阳 立阳 你对我说的话 我都记住了 这么多年了 我歇玉 是真的喜欢你 可是李扬 我现在还不想死 我歇玉 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 走投无路的时候 不斗到最后 谁知道胜负会是怎么样 人死了 那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大不了输个干净 输掉谢氏的门眉 谁又等如何 就算让我死 我也要死得甘心 刚才是我忘了 你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既然这么决定了 那也很好 那也很好 好生护卫安置卓庄主一家 不得懈怠 是 苏先生今夜辛苦了 本王派人送苏先生回府吧 多谢殿下 接下来的事情尤为请要 还望殿下能够连夜处理 暂且不必为我费心 有卓鼎风这个人正在手 何愁谢玉不倒 这次有劳先生妙计筹谋 但是四月天起尚不合暖 先生要是受了风寒 那就不好了 带本王回去 派御医来看看可好 不必了 我府上住着大夫呢 这次蒙大统领 无端地卷入这件事情 此刻他已经意识到 是受了我们的利用 殿下先回府去 让我去跟他解释几句吧 蒙大统领速来为人终止 跟他解释的时候 千万要多加小心哪 如此关键时刻 我们居不可再恕他为敌 是 告辞 蒙大统领 辛苦了 苏先生也辛苦了 天色甚晚 苏先生的身子 有如此虚弱 还是赶紧回府歇着去吧 我的确是有点冷 只是现在已经宵禁 苏某一介平民 深夜在外行走有诸多不便 蒙大统领可否送我一程啊 我们也应该随地 你现在要早就要停车 必须要让我打架 我们去 将军经 封迫糟 英文 只能乖乖被囚在龙中了 恭喜殿下 对了 般若 你觉不觉得 盟智和梅长苏两人之间 关系非同一般呢 除去梅长苏 选了蒙大统领 为他推荐的宅子 其他都并未见得 也许是本王多虑了 是 赶紧派人整理出 一个独立的院子来 好生照顾卓家上下 不得有一点披露 般若明白 想来今晚甚是凶险 苏先生没事吧 多亏有大统领在 虽然有诸多意外 但好歹还是平安度过了 不过今晚 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啊 苏先生大略告诉我的时候 我便觉得心惊 何况他们身在其中的人 想必是一场煎熬 对了 长公主当年的隐试 毕竟是机密 皇祖众人知道的都身上 豫王有没有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是我查到的 是豫王先查到 再告诉我的 什么 确是豫王自己查到的 不过 是苏先生引导他查出来的 你们就不要绕弯子了 越说我越糊涂了 赶紧告诉我吧 这件事情 我从年前就开始筹划了 所谓人言可畏 我在宫里和红袖昭 都安插了人手 一边说说长公主当年的旧事 一边聊聊 萧锦锐和南楚成王爷 这样另有多像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 二十多年前 南楚皇室 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确有此事 光凭这两条线索 就足以让秦班若深发追查了 哦对了 上个月 公寓还刺杀了一次谢玉 当然按照计划 刺杀并不成功 公寓负了伤 情急之下躲进了红袖昭 为了感激秦班若的救命之恩 他便把谢玉当年杀印的秘密 告诉了他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玉王知道这么多事情 他一定会来找你 跟你商量怎么利用 所以 你帮他谋划了在景锐生日宴上 揭穿这一劫 太妙了 不过 宇文轩他们 那是怎么回事 宇文轩来到京城 本就是玉王奉旨接待 自然会见到宇文念 偏偏这个小姑娘 和景锐长得这么像 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加上玉王的能耐 让他们兄妹俩惊艳过来 并不是什么难事 没错没错 狠是狠了一些 不过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还有 南楚那个求亲使团 那来得太是时候了 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 是天赐还是人为 只怕还不好说 知苦了卓家的人 被蒙蔽了这么多年 还有 景锐那个年轻人 你说 他日后会怎么样啊 他这次也看到了 你在整件事情当中 起的作用啊 不管怎么说 你们好歹是朋友啊 他会不会怪你 做事太狠了些啊 苏先生下手若不狠一些 如何摘得尽 他与谢玉之间的联系 有因必有谷 锦锐这孩子 终究要面对这些 是否在有个人 这些人 帮我 你也不需要 你没有练了 他只要是 我不需要 你现在 卓家人 你还不需要 我只要有 一些人 神经 你还不需要 怕苏先生这边会有什么闪失吧 对了 大统领 皇上后日在井械围场 有一场围猎 南竹使团一定会参加 你找机会阵一阵宇文轩 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 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辈 无端胜出狼子野心 好 苏先生 你诸事繁多 为了你身体起见 宇文轩这样的小事情 你就不要管了吧 倒也不是小事 若不是今夜这一出 宇文轩何来机会 看见我朝中内斗 殿下这话说得就不当了 难不成苏先生还有错了 太子和豫王早就斗得 跟无极掩饰的 全天下谁不知道 再说了 我看南楚那边 也不少这样的事情吧 对吧 至少这些年 南楚朝中平顺 建制正通人和的家境 除了免疫之乱 并没有大的麻烦 如果我朝 继续这样内耗下去 一旦对强陵失去了威慑 难免会召来觊觎之心 苏先生此话 方是国事之言 既然殿下和苏先生 都这么说 那我明天就去办 苏先生放心 猎场之上有殿下在 一定会显出我们军位 让宇文轩他们 好好开开眼界 时间也不早了 苏先生应该休息了 对 殿下先行一步 我们一起出去 反而不方便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他是主君 你是他的爱将 我是谋士 这关系你一定要掌握好 你跟我在他面前 并无半分身交 言语之间 不要这么维护我 好 都听你的 小叔 小叔 看到景锐这样子 你这心里 也不好受 对吧 我又说错话了 又说错话了 铁你的 好 擎 铁那个 兗兰面 你 variables 劝你 什么 都差吗 啊 没有 好 就是 这什么 性能 你万万想不到 在工程之下 刺杀内奸这样的大案 竟是由谢玉 一手策划完成的 更别提在这之前 他结党英私 利用天泉山庄铲除一己 暗杀朝廷大员 种种罪行 庆祝难输 父皇对他的身恩厚德 他竟似半点 都没有挂在心上 卓顶峰的口供 你都摘录好了吗 是 不过 怎么 按照卓顶峰的说法 谢玉所行种种步伐之事 丽阳姑母并不知情 所以儿臣想着 毕竟姑母是天家骨肉 她的孩儿 也算沾着皇家血脉 所以恳请父皇 开示诛连之罪 你 难得你对长辈 有这份孝心 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不好 为了她老人家福寿起见 也不能让丽阳为了谢玉受委屈 好在丽阳有自己的府邦 封了宁国侯府 就让她 带着自己的孩子 移居长公主府吧 是 好 谢玉一案 朕命你主礼 务必要庄庄见见 查核清楚 谢玉犯过的事 是 倪剑也不能放过 但是她没有犯过的事情 你要记住 别让他人往上堆 儿臣领旨 啊 秦太医 秦大人 既然是您看着长大的 我求求您了 您救救他 啊 排位不正 气血已须 再加上 有私欲劫 是怕老夫 已无回天之力呀 秦大人 我 怎么样 长公主 孩子的肩膀已经露出来了 大人恐怕是保不住了 但是孩子还是可以保一保的 我的秦儿还活着 你想干什么你 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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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在 娘在这儿 别怕秦儿 娘在呢 放秦儿这个孩子 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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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主 媳妇的大小姐 作业因难产去世了 秦儿 那孩子呢 孩子生下来了 玉王未嫌宽厚 还特意送卓青瑶过去 只可惜去得太晚 没见着最后一面 但长公主 让她把孩子抱走了 说是谢大小姐的心愿 宗主 我去请燕大夫 苏哥哥不舒服 苏哥哥不舒服 还好 会好吗 我也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的心 会变得越来越阴 会变得越来越阴 给我 一瓦 就在说 是 上 是 上 宗主 玄境寺手孙下江 刚刚回京了 拜见师傅 冬儿 我玄境寺自开朝 经太祖设立以来 有何铁责 至尊圣命 查见要挟 不借朝政 不设党争 你既然知道 我玄境寺不设党争 那一晚你跑到 宁国侯府去做什么 徒儿是奉了陛下的圣命 去宣侯府 追查内奸被杀一案 内奸一案 怎么会查到 宁国侯府去 徒儿早就对卓鼎峰 有所怀疑 只是希望加以证实 证实了吗 是 证实之后呢 你为何不离开宁国侯府 又为何会卷入到后面的事情 师傅有所不知 当时的情境是 当时的情境 与我玄境思合肝 你身为长境使 明知该如何行事 我们指封圣命 执尊御旨 案情一旦查清 承报陛下便是 与此无关的事情 一律不该插手 你不知道吗 徒儿是觉得 如果卓鼎峰被谢玉灭口 那陛下未必会相信我们的 我玄境思只需将查案的结果 通报陛下 至于陛下信于不信 如何处置 不是你我应律之事 丁国侯府一事分明就是 豫王与太子之间的党争 你身设其中 已犯了玄境思的铁责 自即日起 你在府禁令 保好烦刑 徒儿遵命 微臣下江 参见陛下 你总算回来 起来吧 起来吧 谢陛下 这次闭关可谓时日长久 幸好孩子们能为朕分忧了 陛下 说起孩子们 微臣实在惭愧 方才已经惩处过夏冬 还请陛下宽量 惩处夏冬 这确实为何呀 宁国侯府一案中 夏冬过于逾越本职 并非玄境思长静使应当所为 你太严苛了 夏冬 那是在为朕查案子 微臣以为 当夜发生的事情 已经不单纯是个案子了 玄境思纵然是把利剑 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 其他人都不要妄想左右 玄境思 玄境思纵然是把利剑 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 玄境思纵然是把利剑 玄境思纵然是把利剑 此事微臣只是疑心 并无实据 臣只是提醒陛下 谢玉有何罪责是一回事 但这些罪责 是如何被翻出来的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能搬动宁国侯之人 不容小事 此事你务必查识 是 谢玉的罪行已经坐实 朕不想见他 既然你回来了 就替朕走一趟 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 有些话吗 只怕玉王是不肯替他转述的 微臣领旨 大夫人 你这时就不肯替他 你 也不肯替他 真的不肯替他 你肯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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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替他 这么大个跟头 恐怕不是大一二次 能说得过去吧 你今天好心来看我 就只是想让我知道 我这个跟头 是怎么栽的吗 这还有何意义 总之现在你是一败涂地 不仅光药无存 甚至性命不保 下首尊回来了 也于是无补 你想补到什么程度 你能补到什么程度 你咬紧牙关 我保你不死 只能这样了 再多陛下就要疑心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还望下首尊 能够完成这个约定 一切后爷之间的约定 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 五日前圣驾从围场回宫 一回来就中赏了 靖王两马二十匹 金珠十颗 玉如意义饼 加上他在猎场大贤永威 为大梁天才 这几日东宫和豫王 给靖王送去了贺礼 朝臣们跟风 也都纷纷登门 但靖王只收了 几位皇子的礼担 说是兄弟之溃 确实不有 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 十三先生奉宗主之命 已经开始处理秦班若 安插在各朝臣府邸的眼线 有些是他们在 搜集情报时失手被发现 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 还有一些 斩了几条了 斩了七八条了 还有什么消息 其他方面 就没什么消息了 没有了 一直没有 如何处置谢玉的消息 只怕有人该着急了 宗主 豫王来了 宗主料得真准 我先告退了 苏先生 殿下 苏先生你不知道 父皇真是糊涂了 殿下说什么 我是说 真不知道父皇在想什么 谢玉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了 再一亲一归 最多不诛脸 死罪终究难免 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王上犹豫了 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你不知道 玄境司的首尊下将回来了 这老东西 我平常就没看出来 他和谢玉还有这等交情 在父皇面前 叽叽咕咕的 不知道翻动了一些什么舌头 风向就变了 还能怎么变 谢玉一按铁证入山 天泉山章有谢玉的亲笔姓韩 卓青瑶的手里 也有他画的审追府邸的图纸 单单是谋刺朝廷大臣的罪名 那可不是动动嘴皮子 就能翻过来的 这个他倒是认了 但是有一些他就不认 也就是说 他承认帮着太子 做了一些大案 可是涉及到杀害内奸这样的 有关皇家天威的大案 他一概不认 是 他异口咬定 确实利用过卓鼎峰的力量 包括追杀沈追他也认了 但是其他要紧的 他就直喊冤枉 反恐说是 卓鼎峰为了报私仇 故意栽在他身上 看来谢玉只想保命 不过也对 等到太子登基的那天 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他这是痴心妄想 要是这次还不能置他于死地 岂不是辜负了先生 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吗 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 那还忌惮什么夏疆呢 你不知道 夏疆这个人甚有手段 父皇又信任他 听说他回来之后 立刻斥责了夏东 说他不应该在那一晚插手帮我 我实在奇怪 他跟谢玉 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 为何要保他 其实殿下也不用这么着急 虽然皇上信任夏疆 可要论在皇上面前的宠幸 殿下难道会逊色于他吗 谢玉想要死灰复燃 并没那么容易 谢玉现在威权已失 死跟不死没有什么区别 反倒是陛下对我的态度 实在是古怪的很 虽然说依旧温和 但是言谈之间却总觉得 好像疏远了些 可能是殿下多虑了 现在整个朝堂之上 都为殿下马首是瞻 好不容易把太子的气势 压下去了 可不能后续乏力啊 先生说得是 本王明白 夏疆是不是去天牢见过谢玉 去见过一次 说是奉圣命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 盼听不出他们谈了什么 前日我请殿下 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 不知列好了没有 好 我今天带来了 先生请看 这个谢玉还真是胆大妄为 单单通过卓鼎峰 便做下这么多事来 这些年本王没被他害死 还真是走运 恐怕这份名单中 有好些人 卓鼎峰根本就不知道 谢玉为何要杀 没错 有些连本王都想不通 他杀了要做什么 可不是 比如这个 李重新 开文十七年所杀 距今有十二三年的时间 一个教书先生 真是让人百思不解 殿下有没有想过 这里面有些人 可能是谢玉为别人而杀 别人 殿下不是说过吗 下将和谢玉的私交并不深 可这一次下将却力保谢玉 不得如此信任 这倒是 下将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 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跳出来 偏向谢玉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请不吝点赞 谢谢